很高興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更好我在南京 我今天在從書館 在南京四萬大學切牌 我在西俠市做了一次專題的報告 還有舉辦了一天連續六個小時的一個培訓班 順道來到上海 這是一個比較別開心的講座 我嘗試把《為師》中的一個說法 跟大家分享 就是從認知到修正的一套理論 我還是以普通話為主 但是中間也可以講一些英語 Bilingual I try to use bilingual Just in case Sumbutinian interpretation Can not truly translate some difficult terminology Iriginanti Matalan theory OK 所以我有錢入身 反正義法法師給了我們很充沛的時間 確實 維持學是需要一點基礎的 但是呢 如果你學了以後 其為無窮 很多佛學向解決不了的問題 都能圓滿解決 這就是我學習的過程 這就是我學習的過程 Next page please Can I control myself? Yes This one This one OK Oh, wait 所以 持中為師學 這個持中 這兩個是近代 85年前 我的太師父 太虛大師 創立的 他的意思就是 持世中 持恩中 的簡輕 持世就是彌勒 而彌勒這個字 是從西藏 西語 吐火國的音 不是很正確 是個短音 Mil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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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是一個西語吐火羅文 所以 真正是 Maitreya Maitreya Maitreya是印度Sanskrit 所以 這個音是不一樣 正音是Maitreya 反正中文就是 沒坦力 沒地力 太強了 中國人都習慣了 是短音 比如說 文俗實力 中國人就文俗 就算了 關音 Awao Kitta Ishua La 中國人就 關音 都不翻那個音了 所以 中國人喜歡簡化 所以 玄章大師知道 彌勒這兩個字的音 是翻譯有路的 所以 在他所翻譯的時候 的經裡面 經論裡面 都用詞式 不用彌勒兩個字 但這個大家可以注意 所以 太虛大師 因為縣官莊嚴論 從西藏 由法中法師翻譯過來 所以 他認為 這個 彌勒之學 詞式之學 不光是 為詞 還有般若 還有其他方面 所以呢 就提出 應該改成詞中 不要講為詞中 最後我給大家一個交代 我在2013年第一屆 詞中國際學術論壇 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時候 依法法師也有來參加 那時候我提出了 詞中武學 就根據玄章大師 翻譯的六門 六科 我除了阿彼達摩 沒放進去 就提出詞中不偽學 詞中為詩學 詞中戒律學 詞中禪定學 詞中英明學 武學 所以呢 這個詞中的為詩學 是在原始佛教 以至部派佛教的六詩說 都基礎上 基礎發展起來了 八詩說 八詩說 從六詩說 developed into八詩說 在古印度 叫瑜伽形態 Yokateria Tradition 這個在西方學者 一聽到就明白了 你跟他講為詩 把你別人懂 在中國 在中國 原來叫慈恩宗 或叫玉華宗 中國原來的宗派 是以地為民 現在台灣都是這樣子 據說 我據說 法谷山叫自己法谷宗 慈治宮的會叫慈治宗 所以佛光山叫自己佛光宗 以地為民 那慈華宗呢 是因為他晚年 玄交大神在慈華宮 反義佛經 他很多重要的 包括成為詩論 大國也經 都在慈華宮翻譯出來 反而不是大神寺 所以現在在西安 慈華宮跟大神寺在曾正統 我去了以後 他發現他們在曾正統 很有意思 在後來呀 就叫為詩中 法相中 這個大概是日本人提出來的 因為成為詩論這本書 還因為了 日本人很多關於這個註解 都用法相兩個字 好像法相言神中等等 所以後來又叫為詩中 法相中 85年前 我的太師父太虛大師 就改名成為慈治宗 或者叫慈恩中 或者叫慈治學 也叫經慈中 所以我的老師 羅斯縣中師 香港的羅斯縣中師 一代中師 他是太虛大師的弟子 也是歐陽晉武的門人 他特別叫我弘揚慈治宗慈學 所以我把我的學會 改成慈治學會香港 我的基因會 改成慈治文教基金 我在全中國 捐了三十幾個圖書館 在德國漢堡大學 也捐了圖書館 在印度 南安土大學也捐圖書館 都叫慈治圖書館 要讲为时以前我们想讲佛教的基本概念 佛教的基本概念最原始最重要的概念 斯雕毛的佛的概念 梁启乔先生中国近代国水大事 清华大学四大师第一 我是清华大学永久的文科的最高荣誉 伟轮特命访问教授 所以我对梁启乔跟梁启乔先生特别有渊源 他提出了梁启乔先生当年到了南京去拜 以佛学大师的身份要拜着欧阳敬吴大师文像 他特别提出佛教三藏十二 合起来用四个字可以代表 就是无我我所 最简单更简单 无我两字 说明无我在佛学里面 在佛法里面占最根本的地位 但是这里 这个就跟印度古代婆罗门的思想大有分别 印度古代婆罗门是有一个 我永恒不变的实物 a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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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灵魂一样的东西 从一个躯体 转到另一个躯体 这是婆罗门的意思 所以婆罗门也讲了轮回 但是它是有我的轮回 不是无我的轮回 斯加玛丽佛建立佛教 觉悟九人生争地以后 破这个我的直觉 所以说我是一切烦恼罪过 轮回的根源 这个婆罗门教因为直觉我 所以他们后来整个婆罗门教变成腹败 但是婆罗门传教是变成非常腹败 所以这个是被斯加玛丽佛批判 所以但是这个问题产生了 既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来真我使我 像灵魂的东西 所以我最怕听到人家 尤其佛教里面的人讲灵魂的样子 我讲的我听到就非常害怕 因为灵魂你可有不同的定义 而且西方你会把它灵魂解成意识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中国人觉得灵魂 soul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永恒不变 独立存在永恒不变 就是peminent independent 然后是can be stand alone 一个这样的soul soul 一个实体 结果永恒不变 无个独立自存 不依众缘 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一个这种 这个死我 真我 灵魂 这非常糟糕 非常恐怖 一切烦恼 贪真吃 甚至生死人口的根源 就是因为这个我 如果你思维佛教 学佛的人还拼紧张的讲灵魂 那是很容易误导自己 误导别人 所以我的学生 我培训他们的时候 让他们去讲课 写文章的时候 一定不允许他们出讲灵魂了 只能批判 就是因为病人 误导自己 误导别人 所以佛教因为 这个是anatta low soul low self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 不变 绝对独立 自存的 个体问题就来了 既然没有 那谁去轮回 就无我的概念 怎么来 怎么去形容呢 最早原始佛教 叫五蕴的说法 叫五蕴 就是五堆东西 Fight and Fight and Scanning 其实 就是两堆东西 第一个是色 佛经里面这个色 颜色的是 广义的讲物质 狭义的讲颜色 从来跟这个中国传统儒家的蓝色 铝色不一样 不是sex 不是性别 大家要搞清楚 其实就是第一个色跟第二个色 这两个而已 识就是 Viginata Viginati 就是 因为就是consciousness 了解辨别能力 但是为什么 增加了受想行三个预议呢 这个传是精神作用 所以色生物质 实是精神 就是人 所有的人 以及众生 就是精神与物质的主体 这么简单 但是其 它的三方面太重要了 从这个 物派佛教的驱舍论 到了大成的为实 建立了51个心所 51个心所 51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其中 有三个心所 被抽出来 独立成为一个运 因为他们对人生 对知识太重要 第一个 是感受作用 感受 其实就是 这个维师学里面 骗情 这个受心所 sensation 苦的感受 快乐的感受 忠心不苦的感受 如果没有这个感受作用 人不成人 如果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感觉没有 那时候 你就是麻木无人 人生就没有意义 除非你是修行得到 对吗 否则你就是一个麻木无人 人生就没意义 所以这个对人生结学 最有关系 受人跟人生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y of life 就是神生意义 想 这个想 不是思想 很多人误解 佛教这个想证 思跟想两个字 以前古代出现过 但是像现在这样的用法 思想两个字 但是五十一运动 一样的事情 在古代 这个唐代 在古代 这个想 都是思想的意思 你看外面的巷子 拉近心里来 就是取向 这个取向 就叫perception perception 包括什么呢 取向 然后这样现机呀 你看到 比如说我们 看到这个 义法法师 我们第一次看见 一律师他 就把他的影像 存到我们的内心 大脑里面也好 内心也好 然后我们就保留了印象 我们下次再见到 义法法师 这么庄联的样子 我们就马上想起 他就义法法师了 这个叫表象 重新表现 这个像 整个process 就是 西方心理学里面的perception 这个就是 佛经里面的想 详语 古语里面的详语 梁启乔先生 把它翻译成什么 记忆 记忆 memory 但是其实记忆 就是其中一部分功能 光记忆两个字 不能代表整个 perception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人类的文明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响运 我们不能有印象 不能有建立概念 不能重新认识事物的话 我们以后 我们建的东西 有永远 不会在级的 我们学过的知识 不能保存 我们人类的文明 不能传承 所以没有响运 人类的文明都不存在 一个响运 跟人生结学关系 响运 跟知识结学 非常有关系 the percep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knowledge the percep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knowledge sustaining of knowledg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最后一个 Volition 行运 这个行去是心理行为 精神行为的意思 这个行运其实就是一个意志 跟其他的心理活动 这个意志在佛经里面叫思 思想的思 这个是一个田子 下面一个心 就是把我们的精神的功能的种子 种进我们的心田里面 这个思的作用就是意志 will 所以这个思不是思考的意思 在古代国经 思是代表意志 will power 就是思 所以叫意志 还有另外48种心理行为 包括善的 根本烦恼的 谁烦恼 烦恼 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 加起来行运 有49个心所 加起响运 跟这个受运 这两个心所 共51个心所 所以 这个都是 这50个心所 都是八师的功能 尤其是第六意志 所以这个 真正的五运 5 aggregates 2 aggregates is in love 第一个是十 physical form 第二个是十 consciousness mind is good enough you know so sensation perception well listen are only parts of the func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regional theory 好 下一页 原始佛教的时候 就用十八戒 原始佛教对这个 heedaya heart mind senta consens been na 这几个概念 几乎是相等 到套来 大臣佛教 才分开 这三个概念 不一样 所以原始佛教 用十八戒 18 positional element 就form 这个 univ 这个 宇宙 所以 这个原始佛教 里面 已经不需要 上帝 因为 整个 宇宙 就十八个 因素 十八个 element 其中 十个 是社法 physical element 另外八个 the other 8 是spiritual psychological element all together 18 element form the universe we don't need even in the primary bolicism we don't need God we don't need any any almighty God the universe stand alone just by this 18 element it form itself 啊 据说 他本人就存在 就以十八戒 十八个因 这个阶是因 就成立这个宇宙 不需要建立上帝 不需要有 Brahman Brahma 婆罗门的 大凡天 所以佛教是个 无神论 佛教也可以说 不算宗教 如果 religion 这个字 不是 宗教 那这个宗教 一定有个 定义 你看看 流金字典 里面一定有个 almighty god 还是religion 佛教 不是religion 所以佛教 这个西方学 很早说了 什么叫佛教 佛陀的教育 佛陀智慧的教育 Buddhist teaching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所以这个六根 眼耳鼻色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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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视觉神经 近觉神经 臭国觉神经 味觉神经 初觉神经 跟这个大脑神经 这个意根 另外有解释 是讲莫拉属 太深了 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讲 然后六镜 就是对象 六个对象 前五个是physical 就是颜色 心阴 香臭 酸甜苦辣的味道 冷卵 软硬的初全 最后一个法 这个法 其实就是concer 就是概念的意思 所以这个法镜 就是概念 是精神的 所以前面五根 跟前面五镜 十个属于色法 物质性的 后面那个一根 跟法镜 是属于精神的 后面六个是 鼻子 身意 眼睛的辨别能力 多的辨别能力 鼻子的辨别能力 头的辨别能力 身体的辨别能力 跟意识的思考能力 加起来 十八个因素 形成宇宙万有 原始 我就这么简单 十 后来到了 这个虚色论的七十五法 维尸的八法 是一路一路发展出来的 但是问题来了 既然佛教说 无我 这是low soul low self 那谁就 who reincarnate who is the media for reincarnation 这是个basic problem 在原始佛教 四条毛利佛在阿含经里面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这就是学 这作为 原始佛的这个玄学的问题 中观学派 佛涅槃以后四五百年 其实中观学派 也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龙树这个系统 是以破 为主的 破而不立为主的 一级这个问题 在布派佛教 很努力去尝试 没有原传成功 一直到了唯师学派 瑜伽型派出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唯师学 可以说是佛学大成 或者小成佛之类 最高峰 因为它解决了 最重要的问题 谁却论我们的问题 如果轮回问题 没有解决 整个佛学 佛法 没意义 建立没意义 为什么 除了释迦牟尼以外 谁能接生就成佛 没有 西藏是佛佛 不是真佛 那是一种尊重而已 连六祖会人都不是佛 大家搞清楚 它是一个祖式而已 所以叫六祖 它绝对不是 所以只有四大毛驴 所以如果你没有轮回 没不能建立轮回的理论跟信心 那你学佛有什么意义 你学佛是做好人而已 做好人 孔子也叫你做好人 己徒教也做了一种好人 那你学佛跟学己徒教 全是儒家有什么差异呢 明白吗 佛教的根本的重点 就在这个轮回理论间 你有轮回 你才能累积功德 累积修行 你人生追求这个成佛才有意义 如果你建立不了对轮回的信心 你根本学佛是没有意义 所以觉悟你一生能真觉悟吗 你这个只是概念而已 谁觉悟 除了十两毛利 谁有圆满觉悟 所以我们如果学佛来 不敢去谈轮回 不敢面对轮回 你不是真学佛 这个大家记住 这个基本辨别的原则 好了 五蕴的假体 那五这东西 怎么在不同期的生命里面 作为感召果报的平子役 五蕴所做的业力 所受的果报 今生之后 怎么可以聚而不散 怎么可以聚 人死如灯灭 甚至火化成灰了 那随去轮回啊 你又不允许谈灵魂 没不承认有灵魂 那没有灵魂随去轮回啊 这是根本问题 道者来生受报 那随去受报 如果这个业力像空气一样 消散 叫骨灰一样 随风飞扬了 随去轮回 那你修建来干嘛 你随风有什么意义 三大阿尊七年才能成佛 你都没有了这些生以后 你学佛有什么意义 对吗 就算小成啊 也有很长时间吧 多生多次吧 几百一解吧 对吗 不可能吧 就一生就能做阿拉罕吧 撒拉生灭的五蕴甲体 分分秒秒在生灭的五蕴甲体 怎么保证业果生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是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所以佛教不信上帝 不接受上帝 这个概念 因为自作自受 自作一样 自己造了业的自己感受果报 不需要靠上帝 也不需要靠阎龙王来管 也不是他做自作他受 他做自受 共做自受 自作共受 如果西加茂里修行 三大阿尊七年 我们代替他去伏提树下成佛 多爽啊 也不用修行了 有人修行了 你去接受他的成佛 我做了很多怪事 找一个人来代替 要求承受多好啊 不是 我叫做不可以这样子 自作自受 所以 大乘瑜伽审判 在这个六圣说的下面 建立莫拉室 建立阿拉室 这是非常重要 一个理论 莫拉就是自我中心 Self-Center 这个Ego的存在 他只觉得这个D8S是我 所以叫义根 是生成义生 阿拉也就是储存中心 我们说的印象信息功能的储存 你可以翻译成一个Storage 你可以翻译成一个Container 所以有时候外国的佛学家 翻译成Container Consciousness 或者Storage Consciousness 好 下一个 我用个Belly来代表阿拉室 最爱是一端 是前长的 看不到的 不可思不可意的 不可形容的 莫拉是什么 我们表面意识活动 前六十 跟它连接起来 所以前六十的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思考问题 我们做的时候 觉得我在想东西 会觉得我在思考 我在做事 就因为有个我的执觉 就我的执觉就是Manus 莫拉 莫拉翻译中文叫思良 思良是整天想一个东西 我尽量希望它 是单思单恋 它在单思这个摸阿拉也就是 在单恋这个阿拉也就是 觉得老九人 这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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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莫拉的 唯一思考一个东西 这个是生成义生 叫义根 这个前六十 这个第六意识 是思考很多东西 再给几分钟 我再借给几分钟 阿拉也就是储存中心 把所有前面的活动 储存在这里面 这个信息跟思维 这个图就更清楚 前六十二号将 我们塔坦一号撞到冰山 这个大家看到电影没有 塔坦一号这个电影 撞到冰山了 表面这个冰山几块是前六十 下面这个冰山一角 下面那块才最大 那个是大得不得了 我们说阿拉也就是骗三界的 骗六道三界 骗整个法界的 大到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看到 这个现在的现行 这一生一小部分 好像冰山的一角 下面那个才是 身不见底 身不苦成的 冰山才是最厉害 中间这个水平线 这个我就形容 代表它是莫拉 这个就是佛教 巴斯论 这个就解释了 我们说的行为 我们造成的业力 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 阿拉也身 所以生死轮回 就是因为第八阿拉也身 里面的业力 我们的种子成熟 那第八阿拉也身 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我实我 它只是一个信息中心 一个储存中心 它是个组合体 好像你电脑的软体 好像你现在叫云乱 还靠 这个阿拉也 它不是个实体 所以它并没有触犯 一场主宰 这个我的定义 它并不是我 它并不是实体 它是个Data Center 好吧 所以最后 这个玄庄大师 把印度的三内境 的四分所 现行三内境 让说明这个心自认知的过程 我们看看 乎法菩萨 玄庄的太师傅 把所有我们认识过程 分成建分 能建的力量 相分 所建的现状 这个现状 也是从第八色 所产生的本质种 copy过来的 拷贝过来的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 看到实在来 我们有自振分 witnessing的能力 还有用政治正观 我们在 reconfirm 我们见到的东西 认知的东西 对 就是印度的维持学 但是来到中国 玄庄大师 比它更进步发展 建立所谓 三内境 圣境 独隐境 代子境 就是更进步 这就可以用于修行 很重要 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在观想 这个佛像 或者观想用道理 那是独隐境 你自己思考而已 但是你在定中 见到佛了 或者定中 见到很实在的境界 那是性境 如果你是错误理解 看到一条神子 误解它 以为是蛇了 或者明明人 我们人没有永恒 不变的实体 你觉得有个灵魂 那是代子境 是物境 三内境 第一个叫圣境 见分 能见的力量 叫见分 分是哪一部分 所见的象状 那个image 那个image 全就是这样子 本质是第八色的种子 产生的 三河大地 一月新存 都是第八色的本质种 如果另外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众生 就是外面的一种力量 但是真相源 是另外一个第八色 影响你的第八色 互相碰撞 互相激发 然后理论就更深入了 这个是以你自己八色来讨论 见分相分本质 这是圣境 我们看到东西 眼睛看到前六十认知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定中体会的东西 都是性境 实在在 如果刚才想象的 就是你平常思考问题 甚至你开始学打坐的时候 想一些东西 活活活的 佛像 或者这些概念 佛教的道理 那只是读引经 见分 相分 跟见分 还有本质种 那就是相见同种 最后这个带直径 就是错误理解 你能见的力量 受了distortion 受了misconscription 产生一个错误的应论之理解 这个叫三内井四分锁 所以从心智发展的层次来说 持终为师学 以万法为师 刚才那个就是 一切四四五五都是我们的潜在 深层意识所呈现 大家知道万法维持这个识 不是第六意识 是第八阿赖耶稣 所以我们佛学的维持 不是维心论 但是 我们想去河北山 想要去河北山 我们说上海 在上海想河北山 故事说 河北山就是向海出现 然后如果河北山在上海出现 还是极端的维心论 我们想去河北山 我们的组织让一方法去带团 我们筹钱 我们找导游 找旅行团 安排行程 我们一起到成都 再向河北山 是这样子 那是潜在意识 这个深层意识的一种推动力 所以维持不是极端的维心论 大家不要搞错 说明一些宇宙现象 都是宣似里面的种子功能 呈现变现 我喜欢用呈现两个字 Emerge Emerge 不是变 终结理论就是转时成字 转八个是 刚才八个成为室主的 用智慧来指导 为智慧来指导 清静的心事 就是这个 可能后面与新国 兄会 夜想 大元禁止相应禁止 是转第八阿赖也设成的 记住 它不是光是大元禁止 是相应禁止 Pure mind in accordance with great perfect muro wisdom Transformed from the ex-conscious alliance 大家看到 平等性自相应禁止 转第七莫拉时 而成为平等性 妙观察自相应禁止 转第六意识 而成为妙观察自相应禁止 转前五十而成为 成所作之相应禁止 这就是成佛的内容 所以非常具体 禅宗想顿悟成佛 但是成佛的理论 他的顿悟是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出地的 那种正德 真儒的 不是三大阿赖的圆满成佛 禅宗的成佛 所以在六祖坛经的流行版里面 在机缘品里面 他要遵用维世诀的转世层次 来解释禅宗的成佛 这个肯定不是六祖卫能的原文 因为敦煌本里面没有 只在流通本 元代流通本里面有 说明禅宗 到了要讲成佛 都要去找维世忠 没有维世忠 他解释不了成佛的问题 所以现行实践的方法 内观为师所变 一切宇宙现象 都是虚幻的东西 一切法没有永恒不变 独立自存的实体自信 以为师的正见 来当出一些有形的自觉 转化说来染目种子 成为清净种子 将有漏的与烦恼的 直觉连接的熏识 转化成为无漏 不与烦恼连接直觉的熏识 这个就是为师的修正理论 就是从心智认知 四分说到三类型为基础 磨练心智 以达到修正的目的 是我们从烦恼迷谬的 舒服中解放出来 以如实的心智体正 宇宙人生的真理 故此 维世忠维世学体系绵密 解形并重的理论 与现在的心智科学 Science of Mind相结合 可以开创心智科学 研究领域的心智认 谢谢大家